大家好,我是小安,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您在百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壮骨薄钙菜 特别的适合老少年朋友们使用的 做法简单,食材新鲜,少油少盐 吃起来更健康,经常吃,还可以健脾养胃 滋补肝脏,补钙,补充维生素 真的是营养健康美味的好食材 准备一张紫菜,放入盘中 加入清水浸泡,把紫菜泡开 紫菜营养丰富,含有蛋白质比较高的 并且含有胡萝卜素,花黄素,可以花痰,清热,补肾,养心,补钙 含铁量很高,含甲量也很高的 用紫菜,性寒,胃肝,咸,龟肺,龟脾,顺井 能够很好的清热,润肺,滤尿 紫菜含有一定的甘露醇 这种物质可以有效的阴尿作用 紫菜具有降低脂的功效 主要用于紫菜含有大量不饱和脂肪酸 25碳5细酸 这两种成分都能够降低胆固醇 防止血栓形成的作用大 对于三高人群比较适合大 还能够预防肥胖 紫菜含有丰富的铁元素 是吃紫菜能够促进集体的血红蛋白的形成 对于肇血干细胞的肇血功能有明显的增强作用大 紫菜营养丰富,盖含量比较充足的 我们吃紫菜,可以很好地补充维生素,补充钙的 紫菜和海带是一样的,营养均衡 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小孩子经常使用 泡好之后再抓拌抓拌,清洗干净就可以了 控水捞出来,把水分钻干,控干 这个豌豆是我提前包好放到冰箱冷冻起来的 这时候的豌豆是比较新鲜的,吃水很多 豌豆胃干,性不性,入皮,胃凉精 最有提高视力,润肠通便,增强人体免疫的多种功效 豌豆含有的胡萝卜素,烟黄素等营养成分 可以提高氏子质再生的能力,提高视力 避免视力下降明显,避防肤膜脱落等等的问题 豌豆中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大 比其他的水果蔬菜高出很多 有助于促进肠围的蠕动,能够使肠围的垃圾顺着排出体外的 豌豆含有干白质,维生素C,维生素E,多酚等 这些都是人体必要的营养成分 可以修复养的细胞,提高细胞的免疫活性 提高人体的抗病能力,经常吃,能够降低感爆 提高抵抗能力,增加抵抗力大,营养非常的丰富 外用的钙含量比较充足,因为属于豆类 豆类产品的钙量,都比其他的食材要高出很多的 营养丰富,口感好 像在这个季节,我们吃一些豌豆还是很不错的 食材的蔬菜,营养丰富 再把豌豆清水洗一洗,就能够把豌豆洗干净了 还可以化冻 洗好控水捞出来 豌豆我准备了50克的豌豆 我们来说一下虾皮的营养价值吧 虾皮属于一种海鲜类的食物 所含的矿物质,钙,鲜都比较丰富 其中的富含点元素,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吃虾皮 能够预防点元素缺乏出现的甲状腺肿大的险下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对于老年人来说 青少年时期,儿童都可以适宜缺虾皮 能够补充身体的钙元素 有助于起到促进骨肉的牙齿发育 预防老年人的骨质松松症等等 像孕妇,缺钙的时候吃一叶虾皮 能够补充身体所需要的一种营养物质的 虾皮作为一种矿物质元素比较高的食物 能够起到预防高血压,高血脂,动脉中央硬化的疾病 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吃虾皮 每天做菜的时候,放上一条把虾皮 虾皮中含有一种物质,有很长的抗氧化的结 能够起到美容的作用的 眼光衰老又复复 准备适量的玉米 我用的是鲜玉米 汁水多,口感好,更营养 玉米的腌价是比较高的 富含纤细纤维,B组维生素,维生素液,各种的物质 玉米能够利尿,清热又解毒 比较适合慢性肾炎不分肾病的患者使用 玉米是一种常见的粗粮 粗粮有特别好的健脾阳胃的作用 经常吃玉米,能够有效的护肠胃 美白,韵肠,通便 玉米含有多种维生素 骨氨酸,微量元素 其中的维生素A,维生素E 可以有效的起到抗氧化的作用 维生素B和微量元素C,对肠道也很有帮助的 玉米还有钙,铅,铁 经常吃玉米,可以补充优质的蛋白质 补铁,补铅,营养比较均衡的 准备适量的鸡蛋 鸡蛋中含有蛋白质 脂肪,胆固醇,核黄素,腌酸,呼流波素,维生素,铁 铁,钠,磷,萌,萌,萌,营养比较全面的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的 脂肪维生素 可以为人体提供营养成分 蛋白质为优质的蛋白质 能够补充很好的优质蛋白,补充能量 鸡蛋还富含DHA,卵磷脂,卵黄素 对神经系统和身体的发育都有利的 鸡蛋含有人体必要的所有营养物质 经常吃鸡蛋,可以补充骨肉发育 补充蛋白质,补充矿物质,补充营养的 再加入葱花 把蛋液加进来 调味简单,加一点盐 再一点13香就可以了 搅拌搅拌,搅拌均匀 实在混合到一起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 制作视频不容易 请您发达的小手帮我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您的每一个支持和点赞都说前进的最大动力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油热啦 倒入锅里面 慢慢的翻动 摊均匀,摊平整 熟的比较快 底部定型 慢慢的翻动 煎一面 现在煎着发黄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很香的 老内适中 鲜香味美的紫菜鸡蛋饼做好啦 看有没有食欲 外皮焦焦的,营养健康好食材 让它好吃的 这样做好的小饼,既营养口感又好 经常吃一吃,对我们身体好处很多的 非常的滋补,营养健康 做法又简单 加入食材比较丰富 都是含干量比较多的食材 可以营养身体 健脾养胃 清淡爽口不油腻 少油少盐 比较适合老年朋友们经常食用 还是很不错的 容易消化吸收 更有营养 喜欢的朋友们收藏起来有空试一试吧 营养健康的好食材做给家人们吃 我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精彩视频 让大家更新的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 谢谢大家 今天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10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